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旅行恐怖片 叫尸骨无存 看完,你还敢没事瞎跑吗? 正值毕业剂 几对小群里打算为他们的青春涂上浓墨仲彩的一笔 于是就相约去一个大山里度假 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十分快乐 在摆放背面和胡腿上的时候 却发生了点不愉快 因为店主家有个智障女儿 把同学的手当压薄啃了 到了山里以后 这个胖子打算打点爷为吃烧烤 没想到,丛林深处爬出了衣扇蓝绿 浑身腐烂的人 嘴里还说着救命之类的话 胖子吓得不轻,直接跑了 晚上就在做人斗地主的时候 门突然响了 开门一看,这不就是白天那个男人吗 他请求同学们赶紧送他去医院 然而,胖子由于白天见死不救很心虚 于是一把关上了门 急于求求的男人也到立所 直接开始同学们趁要去医院 同学们怕他有什么传染病 结果一不小心将男人点燃了 就这样,男人冒着熊神大火 不知道上哪跑去 画面一转 男人的尸体漂浮在一个河流里 然而,这里的水正好是居民的水源 车是不能开了 这时,来了一个警察 睡哥赶紧让他去找车过来 不知情的金发妹喝了一杯这里的水 结果到了晚上 金发妹的皮肤竟然出现了轻微的亏烂 朋友们赶紧让他隔离开来 紧张的胖子早在着急之下 也喝了一口水 为什么不喝热水呢 第二天,警察还没把车叫过来 漫漫无态的他们直接修好了汽车 准备离开 就在他们将金发妹放到车上的时候 金发妹突然连喷售后血 这辆车已经被污染得不能用了 着急的胖子要顾不上了 直接开车去找人帮忙 他跑到商店寻求帮助 结果又被店主的吃上女儿咬了一口 此情此顶 店主知道胖子被病毒感染了 直接要弄死胖子 胖子奔跑到河边 发现那具尸体在水里面 这才意识到是水盐的问题 赶紧一路狂帮一张此消息告诉大伙 然而,黑发妹女在刮腿帽的时候 也发现自己被感染了 他接受不了试试 刚出门一条疯狗就上他冲来 直接被咬死了 朋友看到被撕碎的黑发妹 一种恶性干扰的感觉 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 追胖子的店主三人来到同学们居住的地方 直接被埋伏的帅哥弄死 他开着店主的车准备离开 才发现自己也被感染了 晚上,他碰到那个之前的警察 然而,对象机理却传来警长的通告 表示,山里的那些学生都已经被感染 如果遇到就格杀勿论 听到消息的帅哥大怒 直接一棒子敲锐了警察 漫无目的,他来到了公路上 被辆货车搭救扔到了医院门口 被救的帅哥哭喊脏 伙伴们都死了 但是,小镇医院的水平根本制跑病毒 帅哥的病只能等死 而另一边,大批警察赶到山里 开始的大清除 唯一活着的同学也被乱枪打死 而此时,有两个孩子来到河边打水 却不知,上游有一个被感染的尸体 这些水被抠喝的警察们一人喝了一杯 警察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剧终 看完这部电影 让我意识到多喝热水的重要性 不仅暖胃还消毒 好了,今天的恐怖片就讲完了 记得给我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